Buzzfeed的日本,频道邀请日本某些最顶尖的写真模特来到他们的工作室,透露一点与他们工作有关的真实情况。 每位写真模特都被要求拿着一张,描述着他们现实生活的纸板,在镜头前摆出相应姿势进行拍照。 这位拿着生活其实很简单字样纸板的模特名为Manuka,显然他在家里就是闲坐着打发时间。 Renakaimoto则打破了与他工作有关的一个迷思,我不喜欢这些外景拍摄场地,虽然飞去夏威夷或者其他外景拍摄场地拍摄照片,听起来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,但这份工作的真相其实没那么迷人。 在这些外景场地,你必须从早到晚拍照,没有停歇的时候,由于吃饭太费时间,你吃的食物也只有素食面。 Renakaimoto则表示,我从不与人约会,虽然Ren很漂亮,但自从他进入写真模特行业之后,就再也没有交过男朋友。 Ira Hanani说,这份工作很艰难,唯一拍照摆姿势,也让身体付出了代价。 Sakiris透露说,我真的有爱照碑,人们一般认为写真,模特会对他们隐瞒他们那重要的胸部尺寸。 然而,Sofie说他的胸其实真的有那么大。 Renakaimoto则表示,我喜欢宅在家里,他在家里放松自己,这就是他打扮时间的方式了。 Ira Hanani说,我的狗就是我的玩伴,太遗憾了,其实我们都可以当你的玩伴了。 最后,Yukawa Hanani写道,这份工作让人并不舒服。 他的意思是他这样长期为拍照摆姿势,导致他的身体到处痛。 更重要的是,赚的钱也不多,人们对写真最大的误解是,写真模特只要穿着,笔记迷衣,拍照就能变得富有。 但事实并非如此,如果你能为品牌代言,出现在电视里或者出演某些角色,那么你或许能赚到可观的薪水。 但你的薪水还要奉献给代理,他们拿走了大部分金钱,同时这个行业的竞争也很大,毕竟市场基本已经饱和。 这些写真,模特只能在一起比赛,比如赛车或者拳击,重露面,这与世上模特相去甚有。